好 在台南有一名理性男子 他去年從中國到路返台之後 就按照政府的規定 在自己所有的透天措三樓 來進行隔離 那家中還有其他家人 在不同的樓層 可是這樣一個狀況 卻被衛生局認為違反了 這個居家檢疫一人一戶的規定 就直接對他裁罰10萬元 那這個理性男子他就不爽 他就提起了行政訴訟 那法院他就認為說 檢疫通知書上面 同時載有一人一戶的規定 而且同時又載有說 如果你與家人同住的話 要遵守哪些事項 兩者顯然矛盾 所以裁判撤銷這樣一個法單 直接打臉疾管署跟衛生局 因此我們今天就來了解下 有關於這起案件 到底發生了哪些事情呢 嗨 大家好 我是查克律師 歡迎收看 世在hello 這起案件是發生在去年 有一個理性男子 從中國到路返台之後 那就按照政府的規定 做了一個健康的申報 然後居家檢疫14天 把自己隔離在三樓 一個透天措裡面 那其他的家人住在其他的樓層 那殊不知這個區公所的幹部 進行查訪之後 他發現 理男違反了居家檢疫 一人要一戶的規定 請他立即改善 所以這個理性男子也很乖 他就叫他另外兩個弟弟 當天就連夜的搬出家裡面 所以整棟的透天措 就只剩下理性男子 請一個人來做一個居家隔離的動作 不過還是被這個衛生局 裁罰10萬元 那這個理性男子 他就覺得他自己很無辜 因為他所持有的 這個檢疫通知書上面 明明就載有說 如果你跟家人同住的話 要採取相當的防護措施 不就代表說 你可以跟家人同住嗎 而且他自己也有遵守 相當的規定 並沒有跟家人有所接觸 為什麼要裁罰我10萬元 而且按照理性家人的這個表示 這個他們家中的經濟狀況 不是很好 一次裁罰10萬元 對他們的家計有產生極大的負擔 那衛生局則反駁說 因為他沒有符合一人一戶的規定 那也已經考量他是出販 所以只裁罰最低的額度 也就是10萬元 因此我們來研究一下 有關於這一起案件的 相關的法律的徵典 首先關於這個裁罰的依據 是按照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 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 第15條第二項 他很清楚跟你講說 如果你有違反檢疫的規定的話 那就有機會被處 10萬元以上 100萬元以下的一個罰款 所以請注意 最低就是10萬元 不過在本案當中 關於這個條文 應該不是太大的真點 真點會在於說 我在檢疫通知書上面 同時載有 你要一人一戶 而且同時又載有說 如果你跟家人同住的話 要進行哪些防護措施等等 那這兩個會不會有違反 所謂的明確性原則呢 那所謂的明確性原則 就是規定在行政程序法第5條 他有跟你講說 你的行政行為 要符合明確性原則 按照過往的實務見解 跟大法官的解釋 他有跟你講說 如果你的行政行為 或是行政規定 你必須要符合你的 這個行政的意義 並非是難以理解的狀況 而且是一般民眾 也就是受規範者 都可以預見說 你要規範哪些行為 哪些內容 而且這樣一個規定 可以透過司法 也就是法官 可以事後審查加以確認 如果都符合這三個 只要見的話 才會是符合明確性原則 那到底回到本案當中 到底有沒有違反 明確性原則呢 按照法官的想法 他認為說 簡易通知書的正面 載有一人一戶 可是你背面同時又說 盡量跟家人分開居住 那如果說 要跟家人一起居住的話 要有適當的防護措施 那這兩個會不會有 矛盾的情況 如果你要要求 一人一戶的話 為什麼又要說 只要盡量跟家人 分開住就好 那很明顯兩個 就是矛盾的狀況嘛 在這樣的規定情況呢 明明是行政機關 可以事先審核 來避免這樣的一個文字 產生規範內容 不明確的這個狀況 為什麼行政機關沒有做到 那既然行政機關沒有做到 他就是違反明確性原則 這是第一個 那第二個 法官他其實也有提到說 財閥最低金融是10萬元 已經是當時最低基本工資 2.4萬的四倍多 那行政機關也有責任 用簡潔明瞭的文字 你卻沒有用 那就直接採訪民眾10萬元 那恐怕是過重了 所以法院就判決 撤銷了這樣一個罰單 那講到這邊 或許會有觀眾朋友想要問 律師 可是我們台灣的法律 明明就有規定說 你不能因為 不知道法律的規定是怎麼樣 或者是你不能因為 不知道法律的存在 就免除罰則不是嗎 為什麼這個案件可以適用呢 的確 如果是按照台灣的法律 不論是刑法 或者是行政法的規定 都有規定說 你不能因為 不知道法律的存在 就免除行政處罰 或者是罰則 不過請注意 同時都也會有一個淡書 淡書跟你講說 可以按照個案的情節 來做一個減輕或者是免除 處罰的一個動作 那法院他其實也有考量說 雖然在這個個案裡面 民眾他沒有盡到 去查詢的責任 他也沒有去問主管機關 不過因為行政機關 在檢疫通知書上面 自己已經有不明確的規定在先 所以應該要考量到 我剛剛所講的 減輕或者是 免除刑法的這個規定 所以法院就按照這樣一個裁量 然後就撤銷了這樣一個罰單 所以算是 打臉了機關署 跟衛生局 跟各位觀眾朋友分享這個案件 想要跟各位提醒 如果對於檢疫的規定 有任何不清楚的地方 就要趕快向主管機關來詢問 才可以避免受到處罰 而且又要面臨打官司的這個情況 喜歡今天的內容嗎 歡迎訂閱本節目頻道 也別忘了按下下方的愛心 並分享給親朋好友 是在hello 每天下午五點 like today 準時上線 我們要保持兩次按下方的愛心 希望請按下方的愛心 讓我們按下方的愛心 我們先按下方的愛心 理由 再按下方的愛心 可以按下方的愛心